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最近我一直在推廣這個部落格內容創業內容行銷這個課程 那我有幾個感想想跟各位說明一下 剛才有個朋友透過Light然後回訊息給我說 他有買我的書 他跟我說這個書裡面這個光碟片 附的這個光碟片 就是打開之後裡面 因為裡面有影片有兩百兩百七十分鐘的影片 然後有好幾個影片不能看 那問我可不可以寄個光碟片給他 或者是我有沒有網路上可以分享給他 那當然這光碟片裡面的影片 大概只有我放在部落格裡面的好幾百支影片裡面的 可能二三十分之一而已吧 因為光碟片容量有限根本放不了太多影片 所以我就把我的那個部落格網址直接傳給他 好,那我要跟你講一件事情是什麼 你有沒有可能每天生活都過得很平順 然後完全沒有任何的疑問 或者是你完全沒有遇過任何的問題 不可能 為什麼 你有沒有用過Google搜尋引擎 如果有就代表你一定會有問題 會去搜尋會去找答案 所以不管你是位於任何職位任何角色 不管你的智商高或低 你一定會遇到一些你不懂的問題 然後要去找答案對吧 否則Google就不會存在這麼久 而且這麼受歡迎 但是Google搜尋引擎 搜尋出來的結果都是正確的嗎? 不可能啊 就是因為搜尋出來的結果不一定總是正確 所以專家才有存在的價值 那好 你怎麼樣讓人家覺得你是專家? 你怎麼樣讓客戶覺得你很專業? 你能夠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都不用講話 不用說明的方式 讓一個陌生人 感覺你很專業 你應該要怎麼做? 第一個最簡單 你有出一本書 OK 但是我們今天講的不是這麼高的門檻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出書 那還有一個更簡單的方法 就是做一個部落格 然後這個部落格裡面要有很多內容 日積月累的去打造你的內容 我的部落格裡面 目前寫了700多篇的文章 這不是在短時間內可以做到的 那我的YouTube影片裡面 已經錄製了將近800支影片 這更不可能是在短時間內就可以達到的 但是這些累積 它有一個非常大的效果 就是將來 譬如說今天 有一個朋友買了一本我的書 我不用告訴他我是專家 他馬上就覺得我是專家 那即便你沒有出書 如果你的部落格讓別人發現了 然後看到你的部落格裡面寫了好幾百篇的文章 他馬上就會認為你是專家 這件事情為什麼你不做呢 為什麼你每天都要去交換名片 然後就認識很多陌生人 告訴別人你自己是誰 你有哪些專長 然後讓對方還要半信半疑 考慮半天 然後你東西也很難賣出去 因為對方對你講的話半信半疑 代表他不覺得你是專家 可是今天我們不用講話 靠的是過去的累積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很倡導 內容行銷、內容創業 大部分的人 遇到問題的時候一定會去搜尋引擎找答案 依照現在這個時代來講 除了問朋友 就是上搜索引擎找答案 如果你能夠被找到 或者是你就算你沒有被找到好了 你把你的網址直接貼給 主動貼給別人 別人看完你的網站之後 發現你記錄了這麼多影片或是文章 你肯定是專家嘛 就算你再怎麼笨 你寫了好幾百篇同一個類型的文章 你一定也會變專家 所以一照過去的累積 做好了這個部落格之後 你很容易就讓別人取信於你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一直在鼓勵 好好的經營的部落格 好好的做好內容創業這件事情 因為所有的人在買產品之前 一定是先了解這個產品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才去找商品 在他了解這個東西的過程 如果他先找到了你 而且你寫得非常專業 你分析得很到位 那他一定就把你當成專家 你在賣東西的時候就肯定比較好賣 就好像醫生他在開藥方的時候 病人是不會懷疑的 打造一個免費的部落格 其實根本不花你任何一毛錢 如果你今天去請人家 幫你客製化一個網站 你可能要花個三萬五萬 甚至更多 那如果你打造一個免費的部落格 那了不起就是花掉你的時間 但是這些時間花的值不值得 非常值得啊 你可以把你所有的專業 全部在這個部落格裡面 完整的展現 你可以寫文章 你可以放照片 你可以擺圖片 你可以放影片 你可以放影片 你用各種多媒體的方式 去呈現你個人的專業價值 讓別人取信於你 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不用開口 就讓人家知道你是專家 這就是我們內容創業的目的 一個字幕公司 人家... 你住得一位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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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住得一位